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冬季进步,来连打虎 转眼呢,大雪节气到了 是调养身体毛病的最好时机 李医生呢,推荐吃鸽子肉 民间有异鸽剩九级的说法 老幼孕都能食用 第一呢,补血羊血 民间称鸽子呢,为浴血动物 贫血的人食用后养,有助于恢复健康 虽然是昏食,但是吃鸽子肉 能益气养虚,知应赚养 鸽肉呢,益于消化 有驱风解毒,自补益气的功效 对于病后体弱,头晕神皮,邪虚必经 记忆衰退的人呢,有很好的补益治疗作用 第二呢,痒发黑发 鸽子肉呢,还含有丰富的泛酸 对于白发,脱发,和未老纤衰等呢 有很好的疗效 第三呢,降胆固醇,护血管 鸽缸中呢,含最佳的胆素 可帮助人体很好的降低胆固醇 防止痘脉硬化 第四呢,增强免疫力 非常适合老年人 体系病弱者,手术病人,孕妇,以及儿童 老年人常吃些鸽子肉呢 对增强体质,高血压,血管硬化 以及用脑过度引起的神经衰弱等症状呢 都有良好的效果 第五呢,保护皮肤,抗衰老 鸽子肉含丰富的软骨素 可以与鹿绒中的软骨素呢,相媲美 经常使用呀,可以改善皮肤细胞活力 增强皮肤弹性,改善血液循环 保持面色红润的功效 今天呢,李医生给大家推荐一道汤 白凤百胡汤 鸽子肉和熊黑豆,胡苓,生黄鳍 黑芝麻,山药,山西粉 这些名贵的中药材相搭配呢 对于头疯眼花,虚牢无力 大便不畅,胸痛不适 慢性心血管病患者和中老年人呢 都非常适合的食用 熊黑豆呢,有活血,清热解毒 滋养卷血,不需乌化的作用 胡苓呢,有灵芯安神的作用 生黄鳍可以益气固表,减汗固托 黑芝麻呢,能补益肝肾,滋养五脏 益气甜水,长肌肉 山药呢,有健脾补肾,固肾易筋的作用 山西粉可以活血,止血,善于定痛 把山素药材和食材熬成汤 这个冬天喝呢,血管通,眼不花,精神足 赶快试试吧 好了,朋友们 看完了,记得在视频下方点赞,订阅,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感谢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